業者破壞現場毀屍滅絕的可憐情長如何 我相信是有啦 你剛才第一邊就有牽過了嘛 你如果知道牽頭尾 所以你心裡有事 我不是說一定 他知道但是他心裡有事 所以就很明顯耶 真的這間是絕對是源頭 是絕對一間沒問題 可以切就對了啦 從手砧板的刀子 拿一個濃度最高去找 我想應該可以找得到啦 高醫師你跟我們講一下 他剛才講出人的手跟砧板 為什麼會出現在刀跟砧板身上 所以這個問題就表示 他的衛生環境非常不好 有東西都沒有在洗 尤其這個廚師的手也用出米肖浸酸的話 這些廚師不都沒有在洗手 過這麼多天了 你還有表示 當然那廚師拍洗不清洗也有可能 但是你這麼久你都沒有 還有存在表示你很少在洗手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找 這個廚師的手、砧板跟刀子 哪一個濃度最高 濃度最高 砧板到源頭可能性最高嘛 給你說你第一次用到最高的 不知道的是到源頭有關的 他還要放到砧板用刀去切 那表示源頭可能就是石材嘛 那石材聽說 他是有進入那個越南的粉鹹粉 這個粉鹹粉是不是他在做的過程當中 這個粉鹹粉本身裡面就不需要進選啊 這個一定要查清楚啦 我覺得可能是最大 如果這樣現在說起來 以前要查到這個手、砧板跟刀子 那這個可能性就會很高啦 來源可能性能源 對啦 就是說 是不是要切的米嘛 不知道要砧板去砧到 對吧 這個 這個 應該是這個問題是沒有錯的 他有外來的食材 就只有越南的粉鹹粉而已 他還有粉鹹粉 可能你前後 前面驗的那兩批貨 都可能就是 跟這一批貨是不同 時間進來的 或是不同地方進來的東西啦 就是說 不一樣源頭進來 當然這邊有 這邊不一定有嘛 有可能這都沒有啊 你這個進來 所以這樣查 又可能查才會對 這個源頭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真的要查 對 對 他現在就是說 前後兩批貨都要不出問題啊 對 高醫師 最近有說你有懷疑 說業者是什麼 調包還是怎樣 不是調包 我的意思是說 你 我們一開始 我們都鹽沒有嘛 最近都鹽是都沒有啊 那第二就是你破壞現場了嘛 一定是有的沒有人來 吃到老蟋死去 對吧 第二 為什麼我們去鹽 你也還有存一些 沒有清好的地方放 沒有清好的米都放在那裡 我們怎麼會鹽沒有 是不是你清掉的米裡面含有 米消菌酸 那這樣表示你心裡有數 你知道說 欸 這有可能 我再把它清清又找到 但是到來就是因為 你清不清去 所以你不知道說 它會到處沾染 到處無染 所以你的手 跟你的砧板 跟你的刀子都有 所以就很明顯耶 真的這間是 絕對是源頭 絕對是絕對沒錯 可以切的 是怎麼去找這個源頭 所以從手砧板 拿一個濃度最高去找 我想應該可以找得到 因為現在進口 聽說是 越南分煎粉 所以這個可能 趕快去查看看 不是每一包都有 有可能一、兩包有而已 就是說一禮拜 這包有 存的沒有 所以你也給它查一包 還是說 有存的沒有 也有可能 這也麻煩了 我相信 這事情很大條 不是每一包都有 對 對 我感覺是這樣 有去沾染 這裡有嘛 你現在 煮完了 煮完了 都煮完了 現在沒有 當然沒有了 這也是麻煩的 那 那 業者破壞現場 毀失滅 這些可憐情感有 我相信有 因為我們去查的時候 也是 包裡都有查 都查不到 你包裡第一邊 就有清過了 你只要知道 清哪裡 所以你心裡有 所以我不是說一定 他知道 但是他心裡有 所以說 欸 這不是這 所以我把它清清掉 你就查不到 還是現在 我們剛才厲害 我們還可以拿著 砧板跟他的手 跟他的頭 那沒辦法避免 所以他也是知道 這樣就好了 這樣知道的源頭 知道就是他 但是要找些什麼 是不是 拖去到北海 這個也要注意 還是說這間 譬如說 如果這個粉圈裡面 有一百部 可能送去北京 也有 他不是跟他消這間 所以這全部都要靠 這全部 如果這個米 都要全部收起來 先查看 因為 我相信 他不是一百部 我相信一百部 剛才派文 去烏覽到 有可能 謝謝 不好意思 好 差不多最近消息 針對保齡案 有重大進展 台北市政府 臨時在上午10點 召開記者會 曝光了在3月24號的 檢驗內容 說針對的保齡信義 A13店刀具還有砧板 甚至廚師的手部 都驗出有米酵菌酸 到底情況如何 聯繫給記者劉家耀 加油 好 主播 各位觀眾帶你關心的 保齡案的最新進展 台北市政府 在今天早上 臨時改這個記者會 在早上10點的時候 宣布一個重大的發現 也就是說 在昨天委託 台大的法醫所 來進行相關檢驗 他們在驗出 在3月24號 針對了保齡的 廚房人員還有刀 以及砧板 還有人員的手部部分 都驗出了米酵菌酸 這代表說 是不是有食物 污染的可能性呢 當時為什麼 沒有把這個食物啊 都直接的拿來這個 做相關採檢等等這些問題呢 今天講完呢 都執求對決 來聽一下 稍早的這個記者會內容 於目前我們所送宴的相關機證 有呈現陽性的反應 也就是上面有發現 米酵菌酸這個毒素 那當然我們第一時間 3月24號去採證 也主動聯繫 台大法醫所 也將檢體送宴 那也非常感謝 昨天台大法醫所 翁教授 在現場提供專業的意見 記者會後 我也再次的請翁教授 在這一次的檢驗過程 除了求精準 也希望盡快的 將檢驗結果能夠提供 然後盡快的讓民眾安心 所以在這邊也跟大家講 保齡的責任你跑不掉 當然是最高可能性 我們科學上 都是會判斷哪一個獲然率最高 我想這個在判斷上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認定 國載條的問題 當然這是一個可能性 排序 但是呢 如果可以出現相關的 直接的證據 就像這一次我們 調查員第一線 所採集到的這個手部樣本 竟然驗出了 所謂的毒素的存在 這是很直接的證據 所以 不過呢 針對早上衛福部長宣言的說法 在3月26號的時候 並沒有針對果粉的部分 驗出米消菌酸 言下之意呢 就是有可能朝這個 烹飪以及儲存的過程中來看 有異常的狀況 那今天有再進一步的詢問 北市府喔 是烹飪的環節出了問題 還是儲存的環節 有進一步這個 有問題的產生 那此一市府都強調了 一切呢 都是經過剪掉的 整辦當中啊 不方便頭腦 也算是目前在北市府的最新狀況 將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 就好